大家好 这期我们讲一下非常值得关注的海南自贸港未来到底有多牛 半个月前海南被赋予了一定的自主立法权 今年一季度海南以19.8%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于全国第二 仅次于湖北 其实如果没疫情的话 海南的增速很可能会连续三年都极其亮眼 敏锐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在那边设公司 然后我在那边设公司已经一年半了 所以这两年去那边越来越多 确实觉得海南的未来不少人还是低估了 那未来的海南会是下一个深圳吗 海南的机会和大家有什么关系 未来的各种新区域有哪些是各类企业能把握的 在聊这些之前 我们先看看海南发展的历史 客观的讲 海南历史上也曾有过非常多的机会的 利好政策也是一波接一波 可好多没把握住 在试错的过程中 面临的局面都极其复杂 这里曾是中国地产大亨们的新手村 曾为无数人创造了第一桶金 自身却错过了很多历史性的机遇 被投机客各种利用了 像走私车 不知道当初有没有知道 1984年改革春风吹满地 比邻香港深圳的海南岛 其实也是同样是重点开放区域 也被允许进口一些市场短缺的商品 海南岛那时候还隶属于广东省 八十年代初 汽车是最易变现的紧俏商品 很多人铁而走险 开始做走私车的生意 八四年底的时候 美国的一颗监视咱的卫星 发现中国海南岛上有这巨大面积的金属反光 拉近一看发现是汽车 漫山遍野 足足有几万辆 给美国间谍专家都整懵逼了 也纳闷 这么贫穷的小岛 要这么多汽车干什么 因为这种走私进口轿车当时非常暴利 初期利润高达 近一辆赚几辆的程度 八四年夏天 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 相关公司也立刻出现了八百多家 虽然当时都是以搞日本车为主 但是因为都是用美元结算 美元就很稀缺 导致海南地区美元和人民币排 比率从1比2.8 很快就涨到了1比6 索性后期 也有人用一辆车换几百斤猪肉的 无数汽车经海南装船进入了内地 当年的海南走私车大岸 既冲击了国家计划 也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 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第一波进程 海南主力产业 还是靠自然资源做的造势场 易用现象手套这些 紧接着海南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机会 海南独立建省 再次作为特区 一跃成为开放的前营 我也想法了解到 八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在海南要干点有技术含量的厂 头五年是免征所得税 五年后征7.5% 十年后征15% 但跟别的特区比起来 投资的人还是少 因为那两年 物价总体水平上升也很快 全国的工业成品 库存质压严重 通胀也严重 海南电厂也少 好多地方用电还得指望小小发电机 再加上海南本地华侨 比其他地区也要稀缺 那个年代想办点牛逼的厂 还是需要华侨力量的投资的 所以海南也没能走大力投资办厂的策略 挺多人也就只敢做做饮料厂 饮料当年除了做椰子汁的 还有一堆做番茄石榴汁 碗果汁腰果汁的 开了一堆厂 很快都死的差不多了 但也有人发现 这里搞房地产比半厂要赚钱 海南很快就成为了许多人大起大落的地方 当时有个很著名的口号就是 要挣钱到海南 要发财炒楼花 楼花就指七房 就是房子还没开始动工 开房商就拿出设计图给购房者扔购 190年开始 每年都有十万大学青年度海套金 今天你身无分文 明天肯就是大老板 反之亦然 最热的时候海南超人口一百多万 房地产公司就接近两万家 在世界市场 这也许也是一个地产公司密度最大的地区 虽然很多公司可能也就两三个人 一些楼盘可以在极段时间内被交易几十次 93年一平米住宅要七八千 像北京朝阳区是在十年后才到了这家 当时绝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商 成了银行的债务人 这些债务人把赚的钱留给自己 留下的房地产则高价抵给银行 当时海南卖楼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点 就是有的同一栋楼 顶楼的几层价格是中间楼层价格的一倍多 这说明已经有泡沫来 用逢论的话说 就是当时在海南每天都不想睡觉 因为天天都在涨 朋友之间彼此见面都会问 今天怎么样赚钱了吗 回答大多是 不好意思 没留神我就赚钱了 93年年底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 多数开发商纷纷倒闭 不然当年吉利李舒服也亲自带着几千万 进入海南的地产市场 结果都赔光了 后面只敢安心造车 当然也有提前撤出来带着资金离开的投资商 比如共同创办万通的六兄弟 万通对这个行业未来影响之大呢 怎么描述都不为过 且不说这六个人各自分家后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当然是这六个人当年的小弟们 其中有30多人后来成为了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这不过对海南岛的创伤太大了 无数烂尾楼被牢牢钉在这片土地上 除去倒闭的公司 本地无钱可欠的农民工更是沉默的大多数 本地的银行收获的则是盘根错节的债权纠纷 2010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 海南楼市再次升温 三亚凤凰岛最高也到了16万一平米 但这一次国家出手的更迅速 没有造成第一次泡沫破裂石那么大的损失 近两年也都还在强调那句著名的话 未来海南不能成为房地产的加工厂 我跟海南各种各样的本地人都交流过 前两年海南除了在海口三亚的本地人们 其实很难长期找一个固定工来做 要在非旅游季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什么活 本地人往往也都不是商品房的消费者 很多人说海南人喜欢工作一段时间 休息一段时间这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不一定是喜欢 而是确实没得选 今年明显能感受到当地的活力是一下子上来好多 去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都能看到各种类似当年深圳那种才有的标语和口号 然后经常看当地的本地新闻也是这个感受 就是日新月异 不过还是缺一些高端的人才 历史上海南确实不缺机会 导致前几年GDP落后的原因 本质上还是海南没有发展起来属于自己的 扎根在海南且有竞争力的产业 这次发展自贸港一定是先解决这些问题 我先说一下我们国内自贸港的自贸市区研究 自贸市区研究实验区其实现在有很多种 我们会划定一个很小的区域 取消很多商品交易中的关税和数量限制 所以东西也便宜 现在国内有20多个自贸区 有的十几平方公里 大点的上百平方公里 自贸区是强调可复制可推广 但海南自贸港的定位是 整个岛3.54万平方公里 未来要实现全岛开放 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来 海南也会是世界上面积第一大的自贸港 面积上远超香港新加坡和迪拜 这次给自贸港的定位是 2025年前不强调可复制可推广 具有绝对的独特性 在外贸领域有一个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大概就是国家不同地区会规定 哪些领域是我们不能开放的 是外资不能投资的 海南未来一直都会拥有 全国最短的负面清单 大部分商品都不受关税 未来每年每人有10万的免税额度 应该还会再涨了 所以国内很多物流公司在海南 布局力度都很大 包括整一些时尚消费品的专线飞机 以后理论上 米兰的奢侈品到海南上架 最多不超过两天时间 虽然今年海南的消费数据相当好 但是客观的讲 这也跟很多人去不了国外消费有关 趁着这个机会增加各类美装产品 手机奢侈品的供应 慢慢对旅游拉动的作用会持续增强 当然本地人肯定也能得到实惠 因为免税的不仅是奢侈品 消费品的价格也会下降 人们的生活成本最好能降低一些 还有比如医药领域 国外新药进入海南的时间也会是最短 最好的药物 手术的耗材 在这里也是最低的价格 大家去海南看病用药 肯定也能再便宜很多 海南更大的规划是 2025年要封关 封关后尽早成为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封关的意思就是 也会有点像香港和澳门 因为海南跟国际之间实现 人财物的自由流动了 所以内陆人进出海南 也要有一个过关的环节 规划往往是理想的 在实现计划上 有哪些是极其关键的呢 其实当下很简单 就是继续按住地产 先把购用链物流发展起来 购用链物流发展起来 才能有货的流通 才能有人来消费 各种原材流流通多了 才会有人在海南建厂或者创业 最终海南采访有产业 那这就要提到海南长期的王榨政策了 对于原产于海南或者韩进口料件 加工增值超过30%的货物 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 也就是说 你既能用极低的价格采购到原材料 加工后的商品再往内地销售 还不收关税 慢慢的本地的货又多了 跨境物流也会发展得更好心 这个商机大家也很明白了 比如我老提拉扎的和烧品 就是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开店铺 这个普通人都可以做 上面很多品类刚开荒没多久 跨境电商因为面向的是国际市场 竞争至少比国内小很多 而且全球化的疫情也在改变 世界消费人口的线上数字化消费习惯 外国人去年今年线上买东西 也是蹭蹭的上涨 如果你是小商家 也可以去搜海关监管代码9710 去了解一些信息 中国的数字化商业能力走向全球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有参与机会 国家给小商家的红利补贴还是挺多的 前不久我们国内很多人卖东南亚的东西 都是人家那边下了单 这边在拼多多上进货 东南亚即使物流都是从深圳走 但两年后很可能直接在海南采购 从海南走成本会更低 那如何适应这个未来 小商业人可以多想想 大商业人可以想下一波 低附加值的商品之后 就是有技术含量的高附加值的商品了 基础设施完善后 大量想让工厂与数字化工业结合的企业 想拥抱产业互联网的企业 值得来海南考察办成 未来的海南不仅是进口商品的集散地 也是高端制造业的承接地 比如在海南组装新能源汽车 整车再进入内陆也能免关税 这次因为你必须要在这边组装 这样产业链就留下了 自贸港将延续中国世界工厂的优势 并在东南亚亚太地区形成实际的影响力 高端制造业强 实体经济强才是新出路 我们观念里一直认为 海南的地理位置比较偏 但其实从全球视野来看 等世界中心转移到亚洲时 海南的区位优势是巨大的 从海南出发4小时飞行时间 可以覆盖亚洲21个国家和地区 越战世界47个人口 所大经济体GDP越战世界的30% 8小时飞行时间可以覆盖 四大洲59个国家和地区 越战世界67%的人口 所大经济体GDP越战世界的40% 我们国内只有海南自贸港 最适合构建 连通全球的空中大通道 海南也在加快布局深海产业 为我国未来的游戏资源 提供重要的战略补充 而加快发展航天高科技产业 也一直都有媒体不断的去文昌 也是为了让世界看到 海南的目标是形成大海 如果阅读足够多 关于海南近期的文件 我们也会看到 一开始必探教育规划 而且别的内容 这说明这次探讨海南 应该具有跨越20年的眼光 追求 自贸区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的 自贸港是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世界经济第一名逆全球化 思考抬头的今天 世界需要有一个国家挺身而出 那就是中国 而中国也需要有一个地方挺身而出 站出来 为内地的全球最大市场 去探索中国开放的边界与深入到底在哪 海南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八字交互端子 将为中国命运转折点寻找方向 为人类即将来临的亚洲时代 寻找全球化的新故事